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谈一谈这个辣椒能不能过冬的问题 我的这颗辣椒已经长了两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 我以前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个辣椒还可以过冬 然后呢,有一年我这个辣椒我忘了 也就没有没有到处时间来拔它 结果第二年开车的时候 它结果去年就是又开花结果,结了很多 而且呢,一直到现在它上面还有辣椒 说冬天你有时候炒什么东西需要邓个辣椒都出来邓一个 那现在呢,就是说是第二年了 去年是第二年,今年是第三年 我想试一试它今年是不是还可以开花结果 那我去年呢,就是说我就这样做 我把它这个现在有的东西呢,把它摘下来不要了 把这些小辣椒都摘下来不要了 然后呢,我把枝子给它修剪一下 然后呢,现在春暖花开,我就expect它还会像去年一样在 那个,就像你剪花一样 就像你家里栽的花一样 就是从根这个地方把它剪掉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再发出新的枝叶出来 看这个到现在还有枝,还有 你家里栽的花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每年都把它剪掉 蓝腰,蓝腰给它剪了 剩一些老子 对,你看它还长了很多了 这里还接了,看冬天都还有辣椒吃 开春了,这上面还有辣椒 这些辣椒又够吃一顿的了吧 这些辣椒,这个就不要了 这样的话就是说 就像剪花一样 把那个老的枝子都剪掉 然后呢,它的根部因为都已经很发达了 所以今年呢,还可以再继续剪辣椒 你看,收获了这些 开春了,又收获了这些辣椒 然后呢,希望它今年能再接的更多一些 其实去年接了很多辣椒 平时呢,就是炒菜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出来蹬 然后最后吃不完呢 还做了一大瓶子辣椒酱 开春又收获这一些 看看size 这都是那个什么开春了的 都很小了 兄弟 兄弟在吃辣椒 给你吃这辣椒 小辣椒 这个辣椒呢,并不是所有的辣椒 好像都能过冬一样 我去年呢,栽了两颗辣椒 一颗是就是我刚才前面介绍的那个小辣椒 小的比较辣的辣椒 那个辣椒已经过了两年了 然后呢,今年是第三年 然后呢,有一种辣椒就是这种不太辣的辣椒 就是用来炒肉吃特别好吃的那种 那一种呢,我去年也摘了 我每年都摘一颗这样的辣椒 但是呢,那颗辣椒好像呢 我留着它过冬 然后呢,它就没过得了 就死了 过冬,depends on你的这个辣椒的品种 还有可能这个气候 但是气候都一样 那颗辣椒已经安然过了两年 今年第三年 然后呢,这种辣椒就没有过冬 那我今年呢,又摘了一颗 我今年还是想试一试看看 冬天不剪不拔它 看看它能不能过冬 要能过冬那就最好 不能过冬也就算了,无所谓 那我们下面看看 我们的那颗剪过的小辣椒怎么样了 那今天是5月11号 看看我们的这个剪过的小辣椒怎么样 它看出来已经有很多的新的枝子 已经参出来了 现在是 有的呢,就是说很多枝子上 都已经开始长小辣椒了 看见了吧 这个就是小辣椒 好像每个枝子上都已经开始长小辣椒了 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长势 好像不如去年忘 但是呢,好像也已经都开始长出来了 然后把它那个枝子 老枝子要剪掉 因为老枝子都没有生命力了 不能溜着那些老枝子 就像你剪花仪 在它分叉的那个地方 你把它 把它那些老的枝子都把它剪掉 然后呢 让它在那个分叉那个地方 再长出新的枝叶来 你看这个就是说 尽管说它没有去年长得那么旺了 但是它长得也还不错 所以说呢,大家呢 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辣椒呢 就是说可以过冬的时候 不要把它剪掉 看看留着 看看到冬天能不能成活 如果能成活 长势有很好的话 那你就和乐而不为 让它第二年开春早早 给你开花街辣椒吃 希望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办法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